我们的新闻镜头回到台湾 疫情趋缓重新复办的111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清廷龙舟竞赛 3号进行了1000公尺12人级龙舟竞速赛 赖自全国18支队伍将近400位的选手共同竞技 而花莲地主队花莲体重不负众望 开赛就拿下了高中混合足的金牌 而4号的500公尺12人级竞赛 同样是由花莲体重夺得了金牌 111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清廷龙舟竞赛 疫情影响 7月3日终于在寿风乡鲤潭北复办 花莲天气艳阳高照 清廷龙舟三日首日熬战 经过预赛半决赛 既有8队进入决赛 来自全国18支队伍近400位选手共同较劲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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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看我们这边可以接送 花莲地主队花莲体育中学三日不负众望 1000公尺12人级龙舟总决赛标出4分39秒356成績 勇夺高中混合主金牌 与第二名差距一个传身的距离 宜兰县无沙国中则夺下国中混合主金牌 现奖徐正卫也在3日前往观赛加油 并为获奖选手一一致政奖牌合集项目 花莲线鸟朱黎布偶 而4日龙舟上墓500公尺12人级竞赛 也再度由宜兰无沙国中及花莲体重 分别夺下国中主及高中主金牌 期盼200公尺直线进宿赛 能再为花莲留住金牌 记得讲帮宴收风箱报道